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问题就是2012年香港行政长官 和立法会选举安排的探讨 和香港的政制的回顾 很高兴我们又请叶启明先生 我们过去几次的嘉宾 叶启明先生 他本身是理工机械工程科的高级文贫 然后就在英国和香港大学 再拿了机械工程的石士学位 最后他在美国南哥伦比亚大学 也都拿了工商管理的石士 那么他叶启明先生 也都在除了香港和中国 都有很多的工作的经验 除了自己做生意之外 他也都帮不同的国际的企业 是做过好几年的这方面的工作的 那好了 那我们今晚又多谢李永康 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那今天早上坐的士回来的时候 又听到在电台上也都有人开始 讲一下这个的那个政制那方面的 那我也都很多时候 我会问一下那个的士司机 到底是什么事啊 那一陣子有的士司机 可能是常常駕駛的士 就听很多这些节目的 那其实很多时候 他也都有很多 就是很独特的见解的 那那个司机说 其实没什么而已 没什么广告的 那但是我也都听听闻 就是立法会 也有些泛民主派的那些议员 都企图是採取一个特别的行动 就是说突然之间就辞退了之后 跟着重新再选 那希望是用这个的行动 是作为香港人的公投的议员 那就是如果香港人再选他们 就是他们香港人的要求 是2012年就全港的普选了 那好了 那好了 我想义启明先生 就再给我们听众 是一个整体的overview 就是香港的政制的发展 整个过程是大概去到哪里 好 谢谢袁医生 那在7月22日和29日 我分开两次 就探讨香港的经济发展 那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城市 一个省份也好 政治和经济 都是被形容为两条腿 或者是两条大的支柱 支撑柱一个国家好 省份或者州份好 或者城市好 那这次我们有机会就探讨一下 这个一直困扰着香港人 可以说 没有得到很适当的解决 或者是很争议性的一个议题 就是那个政治发展 首先就是回顾香港的政制发展 香港在1997年之前 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那在殖民地之下 它的那个宪法 根据英国的宪法 根据英国的宪法 管制香港是根据两个文献的 一个英皇制告 一个皇室训令 那这两个呢 规定了 在英国呢 英女皇呢 就会委派港督 来到香港 担任香港最高的统治者 那在它之下呢 就会有一班内国官员 那些现在的局长 那些当时的什么司司长 那样 那也都是会有立法局议员的 那这个呢 就是已经是 就是这个运作了百多年了 那一路是殖民地发展经济 在英国的管制之下 香港 那我们中国人呢 实际上是 在英国的殖民地管制之下 没有什么机会 太大的参政权的 那港督不用说了 是英女皇是委任的 所以历届港督都是红素六眼的 英国人来了肯定 那英国人呢 也会委任一班 在英国有经验 或者是他过来担任一些司长的 譬如说 律政司长 常议司长 或者是其他的 即是关于卫生 教育 医疗等等 各方面的 那这些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不过去说了 那我们可以说呢 就是在英国人管制之下呢 是 在最后的阶段呢 就是 是 才开始有些华人 建出的华人 被委任 就是说他 就介你 你没得选的 暂时是没得选的 那立法局都是这样的 大部分都是委任的 我们今天呢 不探讨这个 就是那个地方的议会 就是现在的区议会了 我们只是看这个行政会议 或者是立法局 特别是我们看见呢 现在最具争议性 就是行政长官 是不是普选产生呢 还有立法会这个六十节议席 是不是最终是由普选产生呢 这两个呢 我们今天特别的谈度 那那一转头呢 就是我们知道了 行政长官呢 是带领一个国家 即是现在香港 就是一个城市的首长 那去到1997年7月1号 才是 就是 产生的行政长官 根据基本法来是理定 这个框架之下 最后一届的港督就是彭定康 那这个呢 就是很清楚的 是吧 那就是达拉夫 立法会呢 我们知道呢 就是比较复杂的 那个政制 立法会的政制发展呢 看回来 是80年代尾 才开始有直选 那时候司徒华等等 李全平推动800直选 那九一呢 就直选了 真是有直选的议席了 那变了来说呢 九五 九一之后 四年之后 九五 那个就很争议性 就是政改 得不到 中国的确认 九五年选出来的那些立法会 九七年下车 没有直通车 大家记得 那都是有部分 是 很多都是直选 但是开始直选这个 就是英文的 universal suffrage 就是全个市民有资格的 就去投票 当然分区的那些细节 我不详细说了 但是他仍然都保留很多 就是由选举委员会 委任 就是那个政府仍然委任一些 立法会议员的 当然功能组别那里也是很重要 因为功能组别是代表不同的界别 比如工商界、金融界、专业界、劳工 或者其他宗教 都会有代表 为各个界别的利益 争取他们适当的利益 所以这个立法会 那六十席一路演变 初初由全部委任 慢慢就变成有些直选 然后发展到现在 刚刚过去那一届 2008年 大家看到三十席直选 仍然三十席就是功能组别 功能组别 功能组别都是选举的 在这个小圈柱里 所以来说 这个政制发展 可以说香港都有进展 但是当然 这个是不是每一个市民 都认同这个进展的速度 这个很大争议性 特别是行政长官 我们看到 就是因为是 就是在基本法 1990年4月4日 这个颁布之后 1997年7月5日 实施之后 其实它规定了 头十年 根本是确立了 是八百人的 就是这个 选举委员会 选的 所以来说 根本没有移动 但我们知道 九一年之后 有些政党是冒起的 这个就是 很自然的了 我们回顾一下 是九十年代初 首先有港同盟 又有会点 自由党的前身启乱等等 就是去开始酝酿 组党 因为其实那时候 刚才说过 初初都委任 不需要政党 就有了直选 自然那些 已经是有了经验 那些这样的立法会议员 或者其他参政 自然走在一起 就组织政党 因为那时候已经距离这个回归 是大概七年左右 所以来说 他们自然是 会组织政党 因为你看见美国 或者欧洲 或者日本 就是很自然的 根本有政党 Political Party 来到去割足 比如总统 或者其他国会议席 等等 或者地方议会的议席 是香港 因为有历史的背景 由一个殖民地 转为一个特别行政区 所以他的政治发展 就是有这样的包袱 但九十年代初 相计有民主党 自由党 民建联 等等 是成立的 那时候是三大政党 这是三大政党 他一直发展到现在 更加多 有社民联 或者其他小小的街工 有些不是政党 但是都是一个团体 来争取立法会的直选 以及功能组 因为已经开始有直选 越来越普遍 这是政制的回顾 我们看到香港 由八十年代尾到现在 差不多二十年 政制是这样发展的 是这样发展的 香港在基本法框架之后 和二零七年年底 人大常委会议决下未来的政制 如何加上这条 最重要是为什么呢 基本法实施之后 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一个mini constitution 一个小宪法 我们看回 美国有它的宪法 这个独立之后 会组成这个宪法 中国1949年立国之后 也都有它的宪法 每一个国家的宪法 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规定了里面的政治系统 如何去理定 未必的 有些国家是没有宪法的 没有的 OK 英国没有宪法的 英国没有宪法 不要紧 因为我们看 英国是习惯法 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成民宪法 一到乡村一次例 我现在看回 大部分都会一定有宪法 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了 总统如何选 国会议员 参议院 重议院等等 香港这个宪法 基本法 小宪法 也都规定了香港的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 或者各个社会的制度 宗教等等 是如何离定的 大家可以看回《基本法》 特别要讲讲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他说的是 1997年7月1日至2007年 那十年是过渡期 是不会有普选的 是会由一个八百人的选举委员会 来选特首 那些人参选 就是报名 要得到八百人当中 其实第一个是四百人 不过我不详细说了 第二个是八百人 那些人参选拥大 有兴趣 各做行政长官 一定要是 那些选举委员 有一百个人得到 签名支持他 才可以 那接着就是 比如有多一个 到时八百人如何投票 这个是由董建华开始 就开始这个游戏规则了 我们看到 比如1997年7月1日 那一届有董建华 有杨铁梁 又不光正三个人参选 对不对 那董建华就是胜出了 那三个当然是得到 一百人的选举委员的支持 那到2002年第二届 就没有人割足 如果我记得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烂摊子 上次已经说了 香港已经是经济崩溃了 去到2002年 是1991之后 经济更加差 根本那一届 是不争的 第一届 每个都觉得 挺好玩 没玩过 各个有三个去割足 那第二届 董建华自动当船 就是没有人跟他割足 那第三届 应该是2007年的 但是中间发生了 一段小插工 由2005年 由曾荫权 由董建华 变成曾荫权 因为董建华 脚痛落台 那时候 有没有人跟他争 有的 我记得 如果我没有记错 李永达和阿芝梅忠 尝试过参选 但是很可惜 他们两个 2007年 3至6月 我不要记得了 已经时间 但7月1日 就开始履行 如下任期第二届 拿不到一百个人的 选举委员去支持他 所以他没有办法提名 曾荫权 没有人跟他争之下 自动完成第二届行政长官的任命 由2005年的年中到2007年的6月30日 这是第二届 接着第三届 任期是2007年的7月1日至2012年的6月30日 我们现在在时空之下的三届 梁家杰拿到一百个选举委员的支持 挑战他 大家都记得2007年的3月 他们两个在电视上有辩论 那梁家杰也承受很大压力 因为泛民主家经常说 杯葛这个小圈主选举 他们说要是要直选 你不知道吃雪 八百人都不知像什么 又不是每个人参与 我们不要 但是他们都分开很多争议 但是他们觉得 我始终参与一下 都叫做和你帮助 推动民主的进程 我们在这个中间的过程 是一个踏脚石去到第二天 这个全民普选 是 那我们记得这个是香港历史上 特别人政区历史上 比较一个 正正比较有些像西欧或者美国的模式 来到两个人在调悲 主持人问他一些经济 医疗政制 教育 医疗政策 他们两个都会比较 大家会说出他的答案 让香港的市民 虽然不是每一个参选 但是他都有机会 看看他们两个 谁好 当然 香港的市民 六百万市民 都没有机会 除了六百万有选举权之外 只是一个体质 所以 一直以来 很多市民都很不满 七一上街 二零三年之后 很多都是争取普选 为他们的口号 对不对 是 那一届 第三届就是曾荫权赢了 大比赛赢了 之后 十年过了 其实在零七零八年的选举 都是很争议性 стр тр Ta he said 曾荫权赢了 曾荫权的核权 是扩大1200人 我们左右 就说到了1200人 我 Rud일 我倒不 Nagu 还有 立法会有六十之跌 好像增长到80之跌 还是以途化解 是香港人争取普选 也得不到 因此 这个基本上规定了 Francis Rosen 20 rifled 没有普选 知道 他是想形容 立法会三分之二的立法会议员通过 结果不够票 结果很激烈 那次立法会评论之后不够票 当时政务司司长许诗仁 就赖李柱铭和陈奕军说他们两个是耻作动者 就是说是劝那些立法议员 因为他们两个 李柱铭和陈奕军就说 要么就不要原地踏步 要么就全民补选 就是我们一步就要跳队 他说你这个是两不像的 我们宁愿背割他 结果就是大家都淡性共识 变成了0708 变成了原地踏步 用这个基本法 就是这个规定了800人选行政长官 以及立法会维持60席 是没有变得 那见了0708年都成为历史 即是07年刚才说的 曾荫权在两个人角逐之下 打败了梁家杰 成为第三届的特区的行政长官 而是 基本法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逐选三十的功能组别 亦都完成了这个立法会的选举 好了 这个就是 但是在那个 07年 因为过了之后 已经是很多派民主义 一直逼着说 究竟我们10年过了 你基本法10年之后有普选了 变成这些声音 当时唐英年说 我们要处理了它 因为免得在社会有这么多争拗 处理呢 我们知道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一个特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机关就是人大 所以他旗下一个人大常委会 就是 其实特区 曾荣权就说 我们特区要求人大常委会 快点帮我们厘清以后的政制发展 结果 07年底 人大常委会 乔洋来香港 他说人大常委会 中国最高的立法机构 有一定案 因为香港特别人政区 是2017年 2012年就不会有普选行政长官 2017年就可以普选行政长官 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普选应该是理解为一人一票 合法年龄 合适年龄 可能18岁 至于如何界定 这个是 在宪制上定了之后 就一人一票算了 这个现在就是那时候 2007年他们的议决 而是 立法会那六十席 他们说功能组别要取消 是等到2012年 2020年 因为2008年之后是2012年 2012年之后是2016年 再四年之后是2020年 他说先处理了行政长官的普选之后 2020年 就全数的六十席立法议员 都是直选了 取消那三十席的功能组别 这个比较负增议性 他们觉得代表性不够 所以香港在基本法框架之下 还有2007年年底 人大常委会议决之下 未来的政策发展 现在大家站在 209年8月26日 就看见这个方向了 这是2007年底 由人大议决了 是给香港一个这样的游戏规则 时间表就是这样 对的时间表就是这样 泛民主派不收货 他们觉得总之不理你 日日逼 月月逼 总之一有普选时间表 一有选举时间表 无理你立法好 行政长官选举好 立法会好 都要求这个普选 所以他们 理得你2007年 那个人大常委的议决 0708不行 下一次就是2012的双普选 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都是2012 理得你 总之要立即普选 所以每一次曾蔭权 现在出席立法会的答问题会 都被他们的泛民主派 追问这个问题 喂 你代表我们香港人 我们香港人选你做行政长官 你为什么不反映香港人的诉求 很多人都说什么 尽快普选 曾庸权说你这样 没有意思 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国家已经规定了时间表 我作为一个行政长官 都是 当然八个人选了我之后 国务院都要批准 中国政府最后批准 就是他 喂 我都要守回这个 又是规则 所以他很多次都说 你跟回你的时间表 我不会跟你反映香港人 又说2012又说双普选 这些东西 曾蔭权权都没有什么包袱 因为他做到2012年 6月30日 他就拜拜了 做了戒判 七年戒判 现在这个争议性的议题 永远都存在在香港的社会社群当中 现在去到2007年 这个施政报告集中发展经济之后 去年的施政报告 就是承诺 除了处理或成立经济委员会 去处理这个金融海啸 来引发香港的经济波动之外 他承诺了 就是2009年的年初 那时候 他2008年的10月的施政报告 承诺了2009年的年初 会出一个资讯 关于2012年的选举 就是行政长官员立法会 但后来 因为金融海啸对全世界的经济打击都相当厉害 所以某个时间 年初说把这个资讯押后 押到2009年的第四季 即是来到的10月之后 第四季 大家理解就是10月11月12月 那现在最新资料 现在我听见这个 在传媒那里说 他现在就着2009年至2010年 这个施政报告 他说都会着脈很少 大部分都是处理经济 除了十大基建 或者人民币业务 伊斯兰债券之后 他这个经济委员会 伊斯兰债券就没了 没了是吗 多谢你的提醒 不要再提了 没有伊斯兰债券之后 这个可能他也不会提 他集中处理 由经济机业委员会 来到最后得到的启示 就是要发展六大产业 六大就是私人的教育 私人的医疗 一些标签 一些创意文化 其他可能其他 click click 我不太记得详细 我有扎低的 但大部分 他说未来十二的施政报告会着脈 第一点是这个六大产业 六大产业 第二 就是处理近一两个月 很热门的 清智人或者学生吸毒的问题 这两个他说是 talk in his agenda 就是在他的 现情上 这个的施政报告 未来的施政报告 他就应该会讲这里 反而他那个年初的时候 特首就说 我们暂时要押后 但现在看回来 现在押后到 跟着来的十月 他可能都 都要再押后下去 看过情况 看来香港的泰民主派 这么火爆 其实是积压了很久 因为他一路一路退 其实泰民主派 或者香港人 为什么要尽快要求普选 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觉得 这个八百人是不够代表性 对不对 还有这个小圈子 选出来的人 未必是代表 香港人 大部分香港人的利益 好 我们先休息几分钟 接着就会继续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好了 我们很快继续今晚的讲题 我们嘉宾叶启明先生 以及主持李永康 我们刚才都 叶启明都已经很 很有系统地 过去一直都是这样的 用这个方法 令到我们起码 整个香港的政制发展 我们起码有一个清晰一点的 步骤方面的基本知识 好 请继续 好了 我们现在站在2009年 就向前望就是2012年的 那个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怎样处理 怎样处理 这个根据人大常委会 就不会有普选 是吧 但是他里面那个 怎样去变 或者可不可以改动 其实基本上是有规定的 在基本上附件一 和关于一个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 和附件二 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都是最后都会说过 就是2007年之后 那个行政长官 怎样选举呢 是可以修改的 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也是可以修改的 基本法是这样说的 是基本法是这样说的 就是要有立法会 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通过 就是60人里面有40人 行政长官要同意 而且报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委委员会的备案 这个意思是挺清楚的 当然可能中间有很多争议性 例如立法会有40个人通过 行政长官是否不同意 那你却没有说 这些是空隙 大家要争论 不是的 因为其实 所有的 不是说没有写到 就不能做 而是有一个安排 就是一个叫常规 例如40个人赞成 但行政长官有没有可以 是不赞成呢 有 但有很足够的理由 还有也有一个会议的常规 是 不可以说 就是不可以说 我喜欢就做 对 是是 OK 就算搞完下面那个 就是 连行政长官都赞成了 那让人大能否否决呢 理论上是不可以的 哦 但是 因为有一个叫常规 嗯 因为已经经过了这么多样东西 那么你打回去 就是你说 你会有很充分的理由 也都要有很充分的理由 因为你难以服众的嘛 嗯 因为这么多人都支持了这样东西的时候 过了这么多样东西 你竟然说 不准 要改 那么你都要有一个理由的嘛 还有改 就算要改 也就是一个很大的规矩 和一个很大的会议 才可以做得到的 那就是说现在很多 就是我们现在争取的普选呢 其实都有一些理据的 不是说它是 就是在梦想天开 是要求这些东西的 那其实根据基本法所定下来的规则呢 其实他们所做的东西是 是有根据可以这样做的 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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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我们看的是 2012年肯定行政长官就不会普选产生 但是那个选举委员会就会不会扩大它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 2012年是 这个迈向2017年 一个普选一个过渡期的嘛 嗯 那会不会就是你可以 就是 走向那个目标之前 就是向那个目标 起码向那个目标来去前进 譬如可不可以改造3000人 我在这里举个例子 是可以 是可以 是 那这个呢 是在这个 未来一两年呢 要处理的 就是说的意思是 政府在今年的 2009年的 第四季呢 是出一个咨询文件 之后呢 收集很多的意见 之后呢 肯定就会 立法会 在未来三年之内 就是要通过那个 2012年的那个 选举委员会 是不是维持800人 正说扩大它 这个是 未来几年的立法会 要处理这个问题 嗯 或者就是行政长官 或者政府呢 今一届政府呢 就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 嗯 所以我们现在初步探到 行政长官选举 那个产生万法 是有几个可能性的 第一个肯定不会的 就是普选就肯定不会的了 就是这个机会好未好未了 因为这个人大已经已决了 2017年之后 嗯 但是会不会有一个 就是步向普选 似都普选的呢 现在不知道 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维持800人 那个选举委员会 这个是 我看到是 三个可能性 就是第一个不可能的 另外有一个 两个可能的 就是一个维持 一个呢 就是扩大它 就是趋向于普选 作为一个踏脚石 向2017年是 就是七百万市民都有 就是合适年龄之下 有权 就是投一票来去选 这个是 这个是特区行政长官的 那这个呢 我初步探讨就是 觉得呢 会是 相得争议性 为什么呢 刚才休息之前 我说过 其实很多政党不耐烦 就是他觉得呢 就是 我们西方呢 政党肯定是 就是参政 就是选一个总统 好像美国 或者是 譬如在英国 我们比较熟悉 我们以前的宗主角 保守党 工党 自由民主党 或者这两个大政党 都轮流执政的 都是两个党 来到去 就是赢了大选之后 自然那个 那个党的主席 就会成为那个首相 那你现在 譬如民主党 民建联 自由党 各个都想去上去做特首的 过下这个执政人 就是很自然 其次呢 就是他们的党员 会是做部长 就是现在 英国内阁 譬如说 工党执政后 会 nominate 英文 就是由手上 nominate 就是委任的那些部长 美国奥巴马 都是民主党 刚刚打败了共和党 重新执政 在比特克林顿 就是哈林顿 之后的八年之后 再重新执政 都是奥巴马 当选了总统之后 他就委任他的财长 其他的国务卿 或者其他的医疗 教育 勞工等等 各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西欧德国 欧盟那些 很多政治体系 都是这样的 日本也是这样的 香港 搞来搞去 都没有政党 没有参与行政党的选举 其实有的 好像梁家杰 代表他自己的政党 sweet party 公民党 我现在记得 他参选 但其实他们知道 胜算是很微的 所以他们很不耐烦 他们希望尽快有普选 普选就是最公道 比七百万的香港 合适年龄的市民 选择一个 最能够代表 香港大部分市民的 利益的人 出来做特首 所以他们的理念 都是跟西方 民主 现在扩散到全世界 都是这样的玩法 所以来说 他们相当不耐烦 所以就算人大常委会 议决了2017年 普适男政长官 据他们 我相信 Doctor 你收到消息 你得理 要求2012 普选 所以我估计 2009年 这个资讯 都是 大家在那里斗争的了 一样在立法会 扔野扔城 或者是大马 因为肯定是 政府 站在中国 各边 根据人大常委的议决去做 而泛民主派 或者很多市民 都会去参与 都会希望 你得理 总之2012 我一定要普选 特区行政长官 相当的争议性 这个肯定 火药味相当重 这个可以看到 那我们看见 立法会的选举 2012 亦都可以探讨一下 那么 3030 好像似乎是 不能变的了 根据人大常委会 在2007年底的议决 但会不会到时 扩大 去到8080 等多人的参政 其实这些 方法是舒缓 大家在香港 市民和政府之间的张力 对不对 是 等于大家扯大纜 其实政府就是 哎呀 不要走去两个极端 真正 又不能够普选 又想迈向 多些人参政 那就扩大 这个有没有可能性 就是立法会 我们看到 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维持3030 第二个就是扩大 那30席的功能组别 就不会取消 根据人大常委会议决 是要等到2020年才有60席 或者当时会议讨论 多少席都好 多少席都好 全部直选 这个就是2012年立法会 选举探讨 我自己提到的可能性 我有一件事要补充 就是整个政制 改过这么多次 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可能是遗漏了 就是1997之前 我们有一个职位 叫部政司 Chief Secretary 在他之下 就有这么多个司 跟着他 就是说 如果那个总督 有什么事 就经布政司 找这帮人出来 去解决问题 那么 那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1997之前 如果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容易去解决 但是1997之后 有一个非常不好的 就是把部政司 这个位的功能 就是淡化了 变成了每一个部门 都是自己的头 就是直接跟那个 特首 就是会报的 和负责的 就是说 一个要跟这么多个 和一个 一个跟一个 再跟这么多个 是两样东西 变成了 我们现在 就是在香港政府 管治得这么强差人意 就是因为 就是很大原因 就是我们的政府 不是好像以前那样 可以一条路 又串通了这么多个部门 很简单 想一想 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结果现在又要 又要 又要 结果都是放回去 又要反回 政务司司长 Chief Secretary of Administration 去做 其实他就是 以前的副政司 那样 不是 以前的副政司 就管了这么多个 就是finance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 Chief Secretary of Administration 就是 政务司司 他只是administration 而已 就是finance 不关他事 地产 不关他事 公务 不关他事 很多人都不关他事 OK 实际上 就是我们看见 这个是真的 实际上 在英国的政制 其实发展到现在 其实很多都改动了 刚才李先生提到 我们看见以前 港督是做了立法会的主席 譬如韦顺坐在那里 现在 是 不是 当时 立法会互选 产生一个立法会主席 是的 特首都 理你都傻了 不需要 实际上 但是 其实你看见 譬如参考美国 美国的政治制度 或者 憲法 其实不时修改 因为 发现这样 是代表不到大部分 美国的市民的利益 他又修改 修改了很多 所以 美国不是修改憲法 是 通常被一个 amendment amendment 就是 所以 有很多修正案 所以很多时 美国打很多官司 就是 是不是符合憲法 打很多官司 是 是 就不是改憲法 因为改憲法 是一件很大的事 这件事 我不太清楚 究竟 因为我自己 改 修改 修改 但这个不一样 意思是 由于规则 发现有漏洞 有漏洞 他就会 改 或者amend 更正 就是 就是 美国 一个自由民主 一个国家 的一个 供应 普世来说 他比较代表得 很好 以往来说 是吧 无论如何 在美国 民主的制度 因为 他的国家 够大 所以 他们 规定很多 可能 想法 会比较成熟 一些 无论如何 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其实 在这个政治制度 我们现在 发觉 如果有漏洞 或者任何问题 人的思维 都可以进步 如果发觉 有些事情不妥 便修改 我都希望香港的政治制度 是朝着这个方向 来发展 实际上 现在看 就是 我给这个人的意见 我自己觉得 是在前进 但是 够不够快 这个我自己 不会下什么判断 因为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是作为一个 港者 认识 我就是说 是香港普选 但是 很多香港市民 可能破口大慢 太慢了 还有 第二件事 很大的改动 就是行政 会议组织的方法 因为以前行政会议 是作为 港督的顾问 私人顾问 即是说 港督是直接 以他的意思 去委任 他认为 跟他理念 相同的人 有能力的人 去做行政会议的成员 行政会议 虽然他好像没有什么权 但其实也有很大权 因为很多的议案 施政 都由他提出 十几二十个人的委员会 是提出的 所以这十几二十个人 进入去的人 都是那个行业的精英 以前 但是1907年就糟了 表面上就是特首是委任 但其实在背后有很多其他委任的方法 令到特首未必是专上那个人去跟他做 但结果他也是要进入局 哦 所以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集体负责 就是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即是说 在我们这个会 我不管你在这个会 关门 你谈什么也好 总之 吵架也好 打架也好 不要紧要 但在开门 我们决定了 每一个人都要签名 我就是支持这件案 如果不是 就麻烦你走 就不简单 很明确 但现在就不同了 行政会因为 不是特首全部都很心心诚意去委任这些人 结果呢 互相争拗 即是同一个议案 可以走出来之后 我光是没有人 我是少数不升城的人 哦 即是出事的时候 嗯 明白 所以就令到 在政府的施政有很多问题 嗯 好 那你看见 就是 香港市民都会说 政府可能的表现 现在有很多 广大 中大都会做很多民意的调查 不论如何 香港已经是相当开放的一个城市 我以前表达过 我当然是绝对赞成普选 是的 是的 我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即是 你确定来不行的 我都是觉得 都无谓说 斗争 即是你只能搞乱 是吧 我们看见回归的十二年 是很多时候出现了很多问题 都是不知哪个负责 或者是社博的 这个也是事实 是的 这个也是事实 无论如何 我们刚才探讨过二零一二年的行政长官 和南法会的产生的可能性 我最后可能用几分钟的时间 想和大家听众 即大家都很可能很关心 他们的二零一七年真正 人大常委会议决之下 即承诺了可以是普选行政长官 其实还有不是很多年 七八年 究竟到时是否真的一人一票 或者到时会不会有某些游戏 就是一人一票 那些人哪个有资格参选 他一定是筛选 不是几千个人 每个人喜欢报名参选 一定是筛选 这个也是一个漏洞 或者一个纳区 是可以限制那些人报名的 不是说你喜欢报名 刚才说过 以往来说 现在都是 有一个八百人的选举委员会 你要报名参选特首 要得到一百个选举委员的签名 才能成为真正的候选人 到时 譬如有五六个人 就是说有兴趣 希望确助行政长官 究竟是否需要一个选举委员 去某一个法定人数 去签名支持呢 等等 我们看看美国 美国 大家每一次大选都知道 很热闹 我们看到他们的游戏规则 就是通常两大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 初初每一个党都要选一个最终的候选人 很热闹的 初初十几个参选 那个参选 那个参选 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他们首先要在党里面 自己做debate 先赢了先 袁医生 是很熟悉的 赢了之后 才有两党对立 我们看到最后 今次就是 希拉里和奥巴马 在民主党的争辞很激烈 另外麦凯恩 在共和党都要打败很多对手 才能出来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 然后奥巴马就和麦凯恩 最后才进行全国大选 这是西方的民主多党制之下 香港现在政党有很多个 五六个加上路边的 究竟是怎样呢 很多没有政党的 又会参选 我相信在2012年之后 选出的行政长官 和那一届政府 那一届立法会议员 就一定要处理 2017年行政两官的普选 产生办法 现在立法会的选举 你要去做候选人 你都要有一班人的签名 可能到时简单一点 我要你足够有一万人的签名 你才可以去参选 都可以这样做 可以的 其实任何规则都是人定出来的 因为人是理性的 可以怎样最好 可以大家讨论 如果开放社会 我们容许不同的声音 最后是代议政制 少数服从多数 即是美国一样 我们看回 上一届的小布殊 当年2000年 和歌尔 这是最好的例子 相差不是很多 那时候Florida的中楼摊 还要炎票等等 才分出胜负 结果大家选了小布殊 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 实际上 他发动伊拉克战 或者打阿富汗 更加不喜欢 但他们有一个精神很好 五千万人 对五千万人选了小布殊 大概五千万人选小布殊 另外选歌尔 另外选歌尔 另外选歌尔要服从 这个就是 其实做人在社群里 一定要这样 我们才可以向前进 但不止服从 美国这个制度就是 五成人选择A 五成人选择B 当你B输了 A做了总统 A的总统 不是做A 支持A赞的总统 连B赞的总统 也要做 这个肯定 我不是只是 那个检验法上的规定 而是你的心态上 不可以说 因为你投过票 我就帮你什么 B你没有投过票 就搞你什么 不会的 如果被人知道 他那个总统 也很难做 他们的民主 发展了二百多年 很成熟 还有美国因为 地域很大 看东西 空襟 确实是广阔 我们不是代表 香港人心空窄 而是 他们初头 可能立国 1789年 立国 1776年 独立 他们可能 走过很多年 才把他们的民主制度 趋向成熟化 这个我要看很多书 很多文献 我们不会作比较 但是香港这个政治制度 大家 已经熬了十几年 是的 熬了十几年 很多都成熟了 当然 仍然 有很多分化 对于普选 或者很多东西 没有什么 政治制度 就是离定 社区的利益 如何分配 这个肯定是 一天有人类存在 一天都是很争议性 这个策略的总结 接着来十月份 就有一个施政报告 现在听闻 就很可能在政制方面 都不会多说 当然了 如果是 一定会引来很大的回响 我们作为香港人 都是 就是 都 就是 务实的香港人 都要开始 看看 我们会做到 下一步怎么样 OK 好了 那我们今次的时间 也都真的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的收听 那我们下个星期三 晚上九点钟 再在网上 和大家讨论 下个星期再会 拜拜